检查玩具了,午睡只能带玩具 老师,这是我的雪糕玩具 这些都是什么?零食手机 小贝,你竟然把零食手机带到学校里来 统统没收 不要啊,老师 西娜,你怎么藏在这里 老师,是我和妈妈吵架了 不想待在家里 所以才和小贝一起来学校了 你们先进去午睡吧 大宝,你的玩具呢 老师,我的玩具是一个小汽车 零分是卷 零分是卷,大宝 你这里怎么藏了这么多零分是卷啊 我怕妈妈发现我考了零分 我就藏在玩具小汽车里了 我放学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不要啊,老师 好臭啊 大宝,你竟然在玩具里面藏榴莲吃 老师,你最近能吃榴莲了 没收 老师,能不能先让我吃点榴莲再去午睡啊 不行,快点去教室 好吧 老师,我的玩具是一个布娃娃 这是我的布娃娃 熊妹,你干什么 为什么抢我的玩具 哇,这明明是我的玩具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玩具 让我检查一下 玩具里面的东西是谁的 零食,化妆品 这怎么还有一个冰公主玩偶 零食化妆品全部没收 玩具里面藏了好多零食化妆品 这一定是熊妹的玩具 这个就是我的布娃娃 熊妹,你玩具里面怎么还藏了一个冰公主玩偶 我睡觉必须抱两个玩偶 可是学校规定只能带一个玩偶 所以我就把它藏起来了 那我的布娃娃去哪儿了 熊妹,你的布娃娃往家了 啊,我已经有布娃娃了 这个是不是小雪的布娃娃 让我检查一下 语文书,数学书,英语书 一百分是卷,一百分是卷 看来这个布娃娃真的是小雪的 这个布娃娃是小雪的 我想起来了 昨天放学的时候 我和熊妹把布娃娃拿错了 原来是这样 熊妹和小雪,你们快进去午睡吧 小朋友,你们喜欢我们的故事吗 我们下期再见